台风渡苏瑞位于南部这边带来大雨 暴风圈影响到屏东 有部分地区也传出了一些状况 像是石子乡和平部落路灯的电线感的电线 疑似因为大雨而造成短路 出现起火的情形 而在太武乡则是发生了断裂的树枝 压断了高压电线的意外 台电也紧急冒雨抢修 而担心溪水暴涨 来一乡的居民会发生危险 所以村长在今天是带着大声工进行广播 说在中午过后就要枪支撤离 有不少村民也强时间赶快打包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 屏东市这乡和平部落路口灯感不断冒出火花 村民赶紧通报请台电人员来处理 27日接近中午 和平部落下着磅河大雨 突然间电线起火 台电人员前来抢修 发现是私人电线穿过了乡公所的路灯感 疑似大雨酿漏电起火 而有状况的还有这 断掉的电线横躺在路中央 湖南市大树受不了 抢风豪雨吹袭倒了 压断高压电线 有103步可能影响到他这样逐断的来接通 而这起意外也导致泰武来两个原乡有数百户停电 台电人员获报冒着风雨升空抢修 而平东县西大午山侧站 从26日临时起到27日上午9点多 就测得了累积雨量一击破千毫米 来到三地门这里 爱辽西西水暴涨 温滚泥流不断从上游重刷下来 同样情况也在来乡的领天溪上演 就怕西水暴涨 重刷河床 吐湿危害居民安全 当地村长广播要强制撤离 来测村 来测离 要住眼线 这是比较重要的东西 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对对 而看山区的天候情况 民众也不放心待在家中 抢时间收家档赶紧撤离 堕台风去 华市新闻屏东总统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市新闻的YouTube频道